第九條 這條就一定會考到Tangent 這個樣子就100%考PQ是Tangent 100%考Angle in Automatic Segment 膠草公認的元首角 然後有一個O給你 等一會兒可以怎樣用到O 好,接著再給你一隻角 BPQ是12度 BPQ是12度 好,有一隻角12度 抹上去 既然我們要用到PQ是Tangent 我們要這樣畫起 這樣你才能用到Angle in Automatic Segment 好,然後就要想一下圓心怎樣用 圓心剛才說過 見到有一個Center 就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圓心角兩倍圓周角 這裡就不像是 另外一個就是等腰 這裡的等腰 你就要畫起它 你要想一下怎樣用圓心 想到就用等腰 然後計到有一隻是12度 然後你再去用Angle in Automatic Segment 你會計到 這隻都是12度 這裡就用到Tangent 然後呢 其實我們的目標是找這隻角 找到這隻角 用四邊形對角 就找到對面的角 你看這裡有四點在這裡 圓形上面有四點在這裡 那怎樣找這隻角呢 Coboy那隻角呢 其實呢 你看著這個三角形 這個我不知道你覺得難不難看 我覺得挺容易看得到的 用三角形內角和就可以算得到的 180 減3的12度 那就會計到這隻是144來的 所以對面那隻呢 就算到是36 你看 嗯 可能有點難看的 我不知道 每個同學都這樣 看法都不一樣 好 那接著呢 來到第十條 第十條 好 看了給你那些東西 你看到圓形呢 就有四點在這裡 那就是 有機會用四邊形對角 或者會考蝴蝶結 現在四點 因為圓周呢 這款都有機會的 四點有兩個可能性的 通常都 好 接著ABOY等於A Dot ABOY等於A Dot 那有個等U在這裡 接著就A Dot Parallel BC 好 這樣就二組了 那等U呢 那我當這隻叫FETA 所以這隻也是FETA 那平衡的關係呢 這隻也是FETA 這隻也是FETA 好 那留意一下 這個用Angle現代聲聲文 這隻也是FETA 那應該很容易得出這些結果 那應該很容易得出這些結果 那接著你就要看到 這兩隻呢 這兩隻呢 這兩隻加上就是外面的那隻 三角形外角 即兩個FETA就是74 所以FETA呢 就是 37 好 那最後我們要找到這隻角 那其實呢 你看到這個三角形 就已經齊了那些角了 那你減走三個FETA 1 2 3 那就找到剩下那隻 就是180 減走三十七 乘3 那這隻就是69 來的 好 那就選到答案是C 好了 好了 好 那這條又是給了一個CENTER 這條題目 CENTER 那還有TANGENT 就是會考這個Angle in Ortonic Segment 那你看到這個 TANGENT這個東西 那一定這個圓形裡面 要有一個三角形 所以你要把CB連起它 記住 記住跟O不關事 因為呢 因為呢 Angle in Ortonic Segment 是三個角都點住圓周的 所以 O那裡 你是不需要特別理會 對 CENTER 你要想回 其實它是在考你等U 還是在考你原心角 兩倍元周角 那你要考慮這個問題 好了 那就 先記住等U 還有什麼資料 AB是Angle by Center 對 不要看了 AB是Angle by Center of CAE 好 這兩隻角是一樣的 好 那一開始 先用 原心角 兩倍元周角 124度 除2 我指這隻是62 這隻也是62 那我們用了CENTER的資料 再用了等U 180 減124 除2 28 這隻是28 28 好 那最後差什麼呢 差這個 TENGENT 沒有用 用了TENGENT 你數得到 CENTER用了 兩個都用了 Angle by Center 不差TENGENT 沒有用了 這隻 我當這個 FETA 其實呢 你深水清 看得到 這隻 其實就是外面的那隻 FETA加28 就是62 所以我們最後計到 FETA 就是 62-28 哇 跟沙尾 跟馬沙思 尼 還有 一些 其餐